掌者收股息 今天是星期二的9點33分 晚上 現在美國市就用了一個冬季時間 要10點半才開場 我們先說一個號碼 752號碼 為何它今天有些異動 一枝大洋竹地衝上去 離開過往幾個月的區間 1-1.085-1.125 這些水位 去一個過二的店鋪 這幾天升了一條洋竹 再升少少 我覺得它有條件去過二 過三的區間 之前 這間公司 為何會升 有些成交額都不低 都是多過前兩天 我覺得應該是 那些高級職員的認股權證 是有人在購買 是有人在行駛 行駛這個認股權證 我猜是這樣 因為報紙也不說 主持也不說 網紅也不說 我猜是它 當然覺得自己生意不錯 有些高級職員 就行駛這個股權 那些大股東確實是增持了 好了 它在6月的時候 中期業績相當不錯 按年升了 純理 按年升19 上半年 很多地方都有疫情 香港都有疫情 香港的展覽會都不做 但它有很多生意 我當時就細心研究過它的中期業績 舉例 這段是它描述它自己 上半年的業績 十分之一都沒有 即它有幾業子很多著墨 舉例 它說期間 在3月份 在迪拜細博會 和20個國家 做攤位 做展館 在哪裏做展覽 在哪裏做摩摊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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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車展也做 即是它的生意不優做 但我期待它有個中期式 它又沒有 我當時4月19號 4月19號時候 買入了5萬股 1.06又沒有 1.05又有 總之通鞋來講 1.05至1.06 雖然沒有 中期式派 但是 現在股價都突破了 都升了10% 4月到現在 我便會繼續拿著 我覺得這隻股 是香港的服務業 是金融以外的服務業 而言 這隻股是數一數二的業務 做到全世界都有 也有 一架股 P10倍, 息率是4.2 因為升了, 升了就是低了些 我期待今年的全年派息會增加 美期業績的時間是1月20日 現在已經進入了一個炒業績階段 我是期待它的業績不錯的 我覺得這個價錢是可以買的 其實我自己只是看兩元 我在2016年去過上海 有些產品參展 遠東在場地做攤位 我看著它 我要參展那個位置 就是北黑遠東搭的 三天 三天之後 它又入場 拿起重機 夾夾夾夾夾夾 然後又放第二檔 那時候是廚房用品 又放廚房用品 我又不停夾夾 它的生意是專門到 和有效率到 我覺得很棒的 我回來就買了它 買了它又是這個價位 一個二人錢 升了一倍 升了兩個多 我就獲利了 之前四月份 我就再買回它 我看好這隻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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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年輕人都談過這個問題 那些年輕人 他們現在買股 就是知識很多 因為很多電視 很多媒介 很多東西教人 就是說 你要確認它上升 你才好買 一確定上升 人人都湧進去 一會就沒有了 沒有教人 如何當機立斷 買股當機立斷 沒有的 這些是要 要是師傅教 跟著你師傅 你跟著他學習 師傅教你 或者跟著我老爸 老爸教你 什麼叫當機立斷 這個東西 你看多少 看多少 片 讀多少書 都教你不到的 我就看好這隻 北黑遠東 我認為這個價錢 還可以買的 有水位 好了 講完這隻752 我昨天買了 中銀香港 原因沒有 很簡單 因為它跌了 我昨天 24.2買入 今天升了3.49% 昨天 它跌了差不多5% 恆生升了5% 今天 跌得多了 就有些 改正 我叫做 升了差不多1元 如果去升 夠成份額 過4人錢 我就可以短期有獲利 我夠就離開了 低位就買 收夠成份 收夠成份 就離開了 這就是長者收股職的心法 走不等於我沒有中銀香港 中銀香港 有一個 中銀香港的貨 有一塊 中銀香港的貨 我沿途看到 中銀香港的 舉例 它是有些跌得過龍 我就會拿一些現金 比率上有的現金 把握一個基本 去買它 在英文上 叫做 有沉默機會的基金 玩股的方法 經常都有收穫 那你就算 如果我兩成是現金 這兩成的現金是沉默機會 兩成的現金又可以找到 10%的 額外收益 那就是2% 整個組合的2% 如果是一千萬的金額 每年20萬 如果是兩千萬的金額 每年40萬 如果是三千萬的倉 每年60萬 你想想 那個收益 也不少 很多人 很多打工 入職中位數 那些人士 是完全沒有惡意的 我就是 用來描述 illustration 這樣說 所以 這些叫 opportunity finding 尋默機會 如果不適合 心水 就先拿著 你拿著 也有4.5厘利息 這個 挺好 中銀香港 中銀香港的基本數字 是怎樣 今天從頭升到中間 美肆又下了一點 是 10倍PE 4.5厘利 10倍PE 4.5厘利 52週最低是22 最高是31 水位 水位有多少 8 暫時都很難穿31 但是12個月 之內發生的31 不是很久之前 所以我先拿著 所以我先拿著 升了一半 整份額 升到 晚上五個 七 那我就 可能會賣出去 賣出去不當然我沒有中銀 我的倉座 還有一塊中銀放在那裡 有些都拿了很久 接著我又買了一隻 國際家居零售 2.61有貨 2.62有貨 拿了一晚 升了1% 等一下 我覺得這隻股 挺好的 五年之內 都沒有掉過 下降軌跡 即是沒有掉過上升軌跡 隱隱若若 我覺得它像一隻 進入江輝 歲月的 好像 大家樂大快活 那些上升期 不是上個星期 是上升 那條軌跡 很像 我是這樣看 所以我就買了它 我就期待它 有個好的抹期業績 國際家居零售是什麼 基本數字 8倍PE 10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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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次高位是3 2.99 3 現在在這個位置 我看好這隻股 我覺得可以買這隻股 好了 先說回我 先說 我今年的時間 那些叫timestamp 是什麼呢 我10月13日 開始在標題說 可以建立好倉收息 10月13日 到一個月之後 不錯 不負所託 市場真的有些動力 維他奶 他在宣布 中國業績 好了 那時候是星期五 星期一 有一支大洋竹 如果你在那時候買 還有兩三支洋竹 給你吃 到14元 我說是完全沒有問題 為什麼呢 就是回到以前的區間 那裏 是十三十四元 在這個區間那裏走 現在已經達到了 所以我就期待他這隻股 會在這個位置上樓下 是偏強的 走勢偏強 為什麼呢 因為他過去二十個月都偏弱 所以現在就 有些離開了的 股民 或者基金 就會走回去買多少 我覺得他這一輪是這樣 還有整個成交額 整個volume 是明顯增加了 這隻股 如果中國業務 是繼續增長的話 他將來會 再升多一點 都不出奇的 這隻股 所以我介紹了這隻股 有成績 是不是 然後呢 我在11月7日那裏 那裏 我就說 咦 大快活未升 大家樂都在升 即是板塊理論 物以類聚 都要輪到大快活 你看回那條影片 我怎麼說你就知道 總之 前兩天開始有 羊竹出現 現在回到10元 我講的時候是9個半 現在已經10個多 10點06了 已經 這隻股 我覺得還有水位 因為他好一段日子 是在13至13.9 這裏走的 好一段日子 所以去回到13元 那些不出奇的那隻股 那什麼基本因素 PE貴了一些 30倍 但息率幾好 有6厘 幾好 52週高是16元 52週低是8元 那就有8元 當它有一半 當它有一半 13元 我覺得這隻股 是沒什麼困難的 大快活 他也是報大家樂的後塵 大家樂走得幾好 是嗎 我在這個時候 和大家說這隻股 因為它發營起 他說 9月份的生意 有明顯的增長 明顯的增長 我當時說 這些 這樣的餐飲 這樣的水平 都說有明顯增長 是嗎 他又失去了那麼久 我說他去回這個14元 不是去回這個11元 是沒什麼困難的 他說未完會去到11元 你當機立斷在這個時候買一下 現在都獲利頗豐 是吧 獲利 都有百分之十 起碼都 是吧 看知識就很多 很多人買股的知識就很多 但是能不能夠 當機立斷去做事呢 通常這些知識是教導你 猶疑不決的 你又要等它 如何剪掉平均線 然後又要確定它 一個上升軌跡 你現在的股票是這樣 現在的信息這麼快 一確定了 那些人湧入去 就沒有了 現在的股票已經升高了 這些股票現在 是要調整一下的 升幅就急了些 但是呢 區間很合理去回這個區間 因為有一段日子 這股票在這個區間那裡走 所以現在的11元 是很合理的 很合理的 好了 今天講到這裡 重點的號碼就是 752 因為生意好 復甦 所有展覽會 很多都可以做 然後 股票有移動 沒有多久之後 就派全聯業職 所以 有了所有 所有概念可以去 炒一下 操作一下 其他我之前講的股票 都差不多每個都有些表現 我昨天買的股票都很好 跟大家分享一下 今天講到這裡